我就是不明白 为什么大家都不能出村子 芸汐大人 我族也并非完全封闭自首 村中两三猎户 每逢夏秋便会出去打猎 搜集大伙越冬用的皮毛 隔上几年 也会有选派之人去外界市镇 买素物种子 交换布皮 学习新的手艺 要办这些事情 只是经得大巫柱同意点 为了让族人过得更好 历代大巫柱也从不会加以阻碍 那还不是一样 除了大巫柱选的人 其他人还是不能离开这 你们都不会想去外面玩吗 天天待在这里真没意思 芸汐大人 不可随意出村 是族中自古流传下来的训诫 我族世代为女娲大神镇守一物 讲生人士的职责就是如此 不该心存享乐念头 又没有人见过那什么女娲 干嘛都要听她的 这种无礼的话 大人绝不可再说 女娲是一位宽厚仁爱的神奇 假如没有她的庇护 我族祖先早已死于太古战乱之中 受人恩惠定要有所报答 作为子孙后辈 不可不遵循祖训 可是我 大人 您是承袭了大巫柱血脉的高贵之躯 血液之中流淌着女娲神力 未来将会成为一族两袖 如今您年纪尚小 心中难免有许多疑惑 但不用过于心急 两三年内 修宁大人必会将族中事物与隐秘 一一向您说明 那为什么现在不能讲 有时问她这是为什么 那是为什么 娘就会说来日方长 我想修宁大人自有安排 与其猜测 不如遵循她的想法走下去 一直以来 大巫柱不都会为我们指引前路吗 娘说什么你就做什么 她让你摸狗屎 你去不去 反正除了我 这里每个人都喜欢我娘 她哪有那么好 整天板着脸竖着眉毛 凶巴巴的 大人 要讨论族中事物 以后有的是机会 今天所剩时辰不多 不知大人是否已经决意进入冰岩洞 再晚一些 大概就要等明天了 去 我当然去 来都来了 干嘛改主意 我等五位没有资格入冻 听说洞内十分广大 颇有些灵雾存在 不知是否会袭击人 希望大人一切小心 好在大人更加年幼时 曾经与修宁大人进入过冰岩洞 应该不知有什么问题 是去过一次 可是也不记得太多了 娘说带我去看看什么封印 没走到过石像外面 据族内文献记载 冰岩洞内一直走到路的尽头 友善通往巨像尖部的石门 石门上负有历代大巫柱的法令 继承他们血脉之人 以手相印 就可以令门开启 我说 要是太阳下山后 我还没出来 肯定是被怪物抓住了 说不定还会把我吃掉 你们千万别在里面什么破规矩 一定要进来救我呀 芸汐大人不必担心 我们都相信您能够完成所拓 也就是说 就算有怪物要吃我 你们也不会来救我的 娘连路线都不告诉我怎么走 说不定就像等我失败了 用这理由把我关起来 十天八天 除了抄纪文 练法术 其他什么都不许做 我才不要 我进洞去了 拼了 芸汐大人 芸汐大人 一切小心 你们一定要记得我刚才说的 芸汐大人还是小孩子心性 他这样的年纪 本来就还是个小孩子吧 有时候我会想 修宁大人是不是对他太严格了 芸汐大人父亲早亡 修宁大人又每天忙着处理足中事物 难得与芸汐大人聚在一起 却总是训斥他许多事情做错做不好 长久以来 芸汐大人自然心里愤懒 修宁大人怎会不关心自己唯一的孩子 冰岩洞那一些务事 也是他托付我代为转大芸汐大人 不然 我又如何知道 我想 修宁大人只是希望芸汐大人快点成长起来 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扛起这一族的责任 而不要单于母子亲戚 依赖母亲庇护 修宁大人这么做也是极有道理 只不过辛苦芸汐大人 这种事情不是你我可以多说 我们巫尾的职责 就是一辈子守护族中大巫柱和其他巫柱 让他们平平安安 守卫冰年冻 让其中的秘密 不会被外族人知晓 那是当然 这些事我就算拼了命也会做到 说到这次祭祀 我确实十分期盼 听说远方会有一位尊贵的巫柱前来参加 还会带来女娲大神的口信 真的吗 我长这么大 还从没见过女娲大神派来的使者 我也只是听修宁大人偶然提起 大概正是为了迎接那位客人 大人近日才会频频与其他巫柱议事 那到时候可要好好看看 对方是怎样一位高贵之人 也许并不客 哇 真的有怪物 两年前和娘一起来这儿 怎么没见怪物 可恶 怪物就只会欺负我 我就打 打 打 把你们统统打倒 到家来 我先快点 下去 六 promises кв 你们说过 这就是封印之地 是祖里最重要的地方 我记得上回他来的时候 盯着这把石头大剑 一副担心得不得了的样子 平时可没见他这样 到底封了什么呢 神神秘秘的 就知道比我练法术 重要的事都不告诉我 神秘秘的 0 стал 最忙就是 16 我 幾 刀 IF 就 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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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